台東暑假盛世熱氣球嘉年華正如火如荼的展開當中 觀光局十分火紅的跡象物黑熊也化身變成熱氣球 21號上午首次亮相了 觀光局長周永輝副局長陳時惠都到場為黑熊來加持 許多民眾由陸野高台發現黑熊現身 是又驚又喜真相拍下他可愛的身影 工作人員小心翼翼的將首次亮相的熱氣球展開 做最後的檢診 希望能完美的呈現在陸野高台數千名觀眾眼前 非常高興在這邊 我們一起見證了我們台灣歐雄 能夠在今天台東正式升級我們的熱氣球 我們也正式賣進新的中夏節 來迎接所有人球的來賓 來到我們台灣 來到台東 一起見證這個美好的時刻 連續第八年舉辦的台東熱氣球嘉年華 21號由觀光局的吉祥路 黑熊化身為熱氣球 首次在眾人面前出現 本尊也隨之現身 引起在場大小朋友的一陣騷動 今天是我們紅熊造型球第一天亮相 各位很有服稱的第一天就可以看到他 跟他一起來回照 黑熊是最有台灣最具有台灣代表性的一個吉祥路 那感謝觀光局把它做成熱氣球加入我們台東熱氣球的行列 我相信這一支黑熊造型球將來還要成為我們台灣的外交監兵 因為我們黑熊成為發財大使 他將帶著台東 帶我們往全世界各地 去跟熱氣球交朋友 連一些小朋友跟我們一起支持熱氣球的活動 今年熱氣球嘉年華將持續到8月13號 除了還有許多特別的造型球陸續現身之外 台東縣政府也對黑熊加入熱氣球的陣容十分的開心 未來也將代表台灣 到全世界各地的熱氣球節 行銷台灣 記得潘俊偉 陸野鄉報導